好了,我們繼續回來了 我們剛才看到希西加這裡 到他的兒子馬來西接觸他 下去,希西加的水道 又看這裡,由這裡上面而下 全長533米,兩端高低,落差30cm 好,落 這個是希西加的水道,這邊是基奮泉 而古城牆就在上面,落 好,這就是希西加的水道 馬來西亞登基的時候是年12歲 在耶路撒冷當王55年 他媽媽的名字叫協西巴 馬來西亞行耶和華眼中行為惡的事 效法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 講出外邦人所做的可憎的事 馬來西亞的愛人行 包括第一,重新建造他父希西加所毀壞的憂坦 第二,為巴勒祝壇在聖殿裡 立阿謝拉的獎,也效法以色列王阿哈所做的 第三,敬拜,侍奉天上的萬象 在聖殿的兩院裡,為天上的萬象去祝壇 第四,令到他的兒子經過火 第五,觀哨用法術,交跪和行無術 六,隱有猶大的人行惡 比神所滅的加南列國更加慎 七,流很多無辜人的血充滿了耶路撒冷從這邊到那邊 第八,鋸死了,先知以塞牙下去 耶威藏藏藏著他的伏人眾先知 因為猶大和馬來西行了這些可憎的惡事 比先前阿摩利人所行的更甚 令到猶大人罷他的偶像,陷在罪中 所以耶穆華以色列人就這樣說 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猶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以明 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成和阿哈加的线陀 拉在耶路撒冷上面 必拆正耶路撒冷如人拆盘将盘倒购 我必弃调所余正的子民将他们都交在仇敌手里面 令他们成为一切受敌劳略的物 是因为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现在 经常行我眼中行为恶的事就激怒我 所以耶路撒就令到阿淑王的将帅就来攻击他们 就勾住马拿西用童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 他急烂的时候就恳求耶路撒他的神 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 他祈祷耶路撒就找到他的祈祷 听他的祈祷令到他归回耶路撒冷刑作国位 马拿西这个才知道唯独耶路撒是神 这件事之后马拿西就在大卫的城外从谷里面 激愤西边直到鱼口门建造成场 挥扰俄菲纳 这个场捉得很高的又在犹大国的城邑里面 设立了勇敢的君长 并除掉了爱邦的神将和耶路撒店里面的偶将 又将他在耶路撒店的山上和耶路撒的各个坛 都拆位抛在城外面 重修耶路撒的祭坛 在坛上献平安祭感祭祭 吩咐由大人侍奉耶路撒以色列的神 白色却在邱坛 仍然在邱坛上献祭 只是献给耶路撒他们的神 好了到阿门了 登基的时候就是22岁 在耶路撒冷里面做王两年 他妈妈的名字叫米书利密 是约提巴仁阿老师的女儿 阿门行耶路撒眼中为恶的事 跟他老爸马拉西所做的一样 做他父亲一切所做的 敬奉他老爸所敬奉的偶将 离弃耶路撒他列祖的神 不准行耶路撒的道 阿门王的神博就背叛他 在宫里面堆倒他 但是国民杀了那些背叛阿门王的人 有立而至约西亚就接受他做王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就是8岁 在耶路撒冷里面做王31年 他妈妈的名字叫爷底大 是波斯加仁阿大雅的女儿 约西亚行耶路撒眼中为正的事 行他祖大为一切所行的 不偏左右 他做王8年上次一年又 做王帝8年他上次一年又就寻求他 爷大位的神 做了12年才结证犹大和耶路撒冷 都想吹掉邝歐木偶 雕刻的杖和铸族的杖 约西亚那13年王朝遜 米苏兰的孙 阿萨利的儿子 书记 沙反 去耶路 耶和华的殿去 吩咐他说 去見大祭司希勒加 令他將奉到耶和華店裡的銀紙 就是手門從文裡收取的銀紙 所數交給耶和華店裡辦事的人 令他們轉交耶和華店裡做工的人 讓他們可以修理破壞的地方 轉交給木匠、工人、雅匠 去買木料和作成的石頭 來修理電宇 把銀紙交給辦事的人手裡 不同的算帳 因為他們辦事是老實的 大祭司希勒加對書記沙番就說 我在耶和華店裡得到律法書 希勒加將書遞給沙番 沙番就看了 書記沙番就到王那裏換一幅王話 你伯仁已經把店裡的銀紙都倒算出來 交給耶和華店裡辦事的人 書記沙番又對王說 祭司希勒加遞給我一卷書 沙番就在王面前讀過一半書 我們稍後回來我們會繼續